各位大家好,我是Dixon 今天是年初一,祝大家新年快樂和學業進步 今天決定開個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其實今年的年初一,大家都覺得非常冷 非常冷,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影響到你到街上跑不跑步 今天我就剛剛跑完這個5K,其實都非常舒服 那怎樣去做到這個效果呢? 首先第一件事,其實過去裡面都建立了一個習慣 習慣就是每一天都希望做30分鐘運動 所以其實在24小時裡面,我就會想一下 有哪段時間可以安排到這個東西 去到後期就是安排到有一段時間 例如可能是4-5點鐘,做事做到很累的情況之下 下來鬆一下跑步 有時候又會早起,下家跑場 又或者有時候去到11點,12點的時候 都想下去跑一轉 因為太陽很漂亮 當中裡面其實你都會看到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決心去做那件事的時候 你首要的第一件事,你一定要先建立一個習慣 可能頭幾天你可能會不太願意和很辛苦 但其實如果你這個習慣裡面堅持了7天的話 其實你就會做出我這個效果 如果放回去,你讀書身上,溫書身上都是一樣的 難道因為你天氣冷而不溫生物科嗎? 當中裡面,如果你過去建立了這個習慣 無論你天氣多冷都好 其實你都會抽一段時間 去選擇一段時間去溫生物科 所以這裡都鼓勵大家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我想首要的在這個生猿裡面 你要做到那個效果就是什麼呢? 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選擇一段時間 然後你真的要做的 當中裡面可能 我跑步的時候,其實天氣冷 我都不太願意來跑 跑步的時候,身體暖了之後 就暖了之後,整件事就不同了 所以這裡都鼓勵大家一件事 在這個年初一裡面 可以想一想,試一下你有什麼想做的 想做的話就去做 尤其是今年中六的同學 你真的想考好生物科的話 你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建立了一個的習慣 有那個習慣在這裡的話 你自然就會做得到那個效果 所以在這裡,年初一 祝大家學業進步 身體健康最重要 還有新年快樂 好,拜拜